目前两会安保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全局民警连续奋战顽强拼搏 克服着身心疲惫等各种困难 始终标准不降状态不减 坚守在安保岗位上 市局党委十分关心广大参战民警 要求各级领导要把爱景工作作为第一责任 党委成员更是深入一线手递手 将党委的关怀传递到民警的心头 请看报道 3月10日 市委常委、市局党委书记、局长傅政华 市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李建华等领导 专程来到两会代表出地 亲切慰问正执行全国两会安保任务的民警、武警和治保积极分子 傅政华局长对我局民警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良好的精神状态 积极投入两会安保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亲手将慰问品送到民警、武警和治保积极分子手中 向他们的艰辛付出 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市局党委和傅政华局长高度重视艾景工作 那么特别是两会安保工作启动以来 始终坚持把艾景作为战时思想政工的第一责任狠抓落实 那么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的深化艾景工作 那么以此来调动广大民警的工作基因性 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个确保两会任务的顺利开展 按照市局党委的工作要求 当前全局各单位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景工作 以务实的举措将组织的关爱传递到民警的心中 一是坚持科学用警 通过合理安排两会每一项勤务 坚持领导干部一线代班执勤等举措 既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 又使队伍能够做到张弛有度 二是通过成立医疗保障组和家庭服务小分队等多种形式 想方设法为民警解决后顾之忧 三是加大资金的投入 搞好民警的伙食 保证广大民警能有更充沛的精力和体力 投入到两会安保工作之中